那人那神那神功门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月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且看岁月问梦 悔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等永恒 若时间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 心弯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 太凌乱 千康聚丧 从你幸运为难 春秋长 终能与你浪迹鸿 红尘一旦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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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应该是 应该 说案 王家的安卫 事到如今 就别怪我 心狠手辣 王妃 回来了吗 还没有 王家已经派人去查 其余安卫也在寻找 定位发现 旁鬼留下的任何踪迹 锦丁怀命 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 是 今日 召各位重臣而来 是因为一道奏书 本太子既然是坚果 自当广听众议 不知太子所言 是哪一道奏书 很多奏书 都是从各地上来的 接言 父皇久未当政 本太子出涉朝堂 多亏丞相涉政 财宝国泰民安 请求 为丞相加封九夕之礼 以示尊崇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 父皇放心 此刻殿里都是我的人 王氏以为天下尽在掌握 却不知我已用父皇的领牌 暗地埋伏了尹卫军兵马 九夕之礼 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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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好梦 你该醒了 你该醒了 你自己又要联系 你被他们联系 你 只要联系 要联系 到联系 马氏 成脊脚之势 我们大王原本定了去小风口扎营的 你们皇宫非让我们去鬼物谷扎营 何意啊 胡将军 皇宫的意思是 这鬼物谷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是个极佳的安营扎寨之所 正是 简宁王身安用兵之道 此等好地方 他为何不先占了 咱们就去小风口扎营 大王 好 去鬼物谷 大王 桓公 酒精沙赏 如此安排必有甚意 就按桓公说的办 明日日落之前 全军赶制鬼物谷 是 是 桓公 林皇二位将军传回消息 是 属萧綦的人马 已经驻扎到了鬼物谷东口 好 他们进了咱们的口袋 就休想活着出去 赶快把这个消息 传递给简宁王 是 还有 好 通知灵皇二将 抹清宁朔军的虚实 是 大王 大王 将士们已经安置所当了 你累一天了 咱们休一休 但是大王 我们一直在想 若是简宁王知道 我军处扎在何物 会怎么办 会不会趁我们立足未稳 发动强袭 他都不用强袭 他把骨壳一堵 咱们就成梦中的王子了 大王 大王 外面是简宁王的大军 大王 这么多人 大王 我派出去的少太回报 简宁王已经把周围 所有的关口都占领了 对我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为人不打 简宁王高手啊 咱们才刚刚落脚 他们就围过来了 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因为他们有内应 派人 把叛军的动向抱以还弓 请他也做个准备 是 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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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物谷的奴物 他可掩盖军情 这一次 我让他搬起石头来 砸烂他自己的脚 五位将军 皇后殿下有要事 要与将军商议 请将军即刻入昭阳殿 何事啊 听皇后的意思 好像是给丞相加酒气治理之事 要与将军商议 好 我马上就去 是 尔等继续巡视 你们俩跟我走 是 我听到太极殿的钟声 怎么会在这时候响起 殿下 你没有听错 来人 在 备兵 备马 是 是 父皇 走 去世间殿 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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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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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现在连见到陛下 该行什么礼都给忘了 皇帝病重 神志不清 以无力匡扶朝政 二皇子殿下 挟持皇帝上殿 是何用意啊 九文丞相 最善恶人先告状 果然不虚啊 接证 接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宫里的太医早就是你的人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 给我父皇下这么长时间的堵 你 父皇 子吏说得没错 要不是薛道安发现他早哭到朕 早就随他心愿 变成了一个真傻子 皇帝陛下恐怕是又犯病了 来人哪 送皇帝陛下回士田殿休养 难不成丞相真的以为 没有准备 我今日就敢在太极殿 与你对峙吗 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竟然是你 皇后殿下来了 正好啊 皇后殿下来了 皇后殿下来 怎么会再调到财膜 那是四十天啊 皇后殿下来 我这一切都行 皇后殿下来 皇后殿下来 不道 数次毒害皇帝 皇后毒杀谢贵妃 罪不可恕 想 王室同促 一同拿下 我看谁敢 想不到啊 丞相 事到如今 依然余微犹在 我真是敬佩 敬佩啊 二皇子殿下 你真的以为 今日殿上这么点人马 可以让你一手遮天吗 整个皇城 都以为经济各营大军 团团包围 就算你今日拿下我与皇后 你也差池难逃 你 哈哈哈哈 丞相大人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五位将军何在 在 舅舅 他们竟然杀了王许 母后 母后 启禀陛下 二皇子殿下 王许谋逆现已备除 我等封陛下之令 接管城中进军 京城守军 护依侠 是 把丞相大人 皇后殿下 还有这个农包太子 给我打入天牢 其余 攀附王家旨 我们这天牢里面装不下 就把他们都关在这太极殿上 是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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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吵 如果谁再敢 惊扰父皇 本皇子不介意多杀几个 祭祭天 是 子吕 莫要高兴得太早 称王败寇 我 离所应当 但是你心中的算盘 我很清楚 你的父皇 也心中明白 好 我在天牢里 看着你们父子俩 看着你们父子俩的好戏 父母好起来 父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什么东西 管得着吗 快请豫章王妃出来 没有赵令我们的王妃哪儿都不去 放肆 你们 你们这是要恪命啊 来呀 把他们全部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住手 让我入宫 何须这么大阵仗 我若不去 你们会不会把我这豫章王府给拆了 拜见王妃 如此嚣张 你们奉何人之名 皇帝亲自下的口谕 宣豫章王妃前去入宫 皇帝 皇帝重病且神志不清 他如何下这口谕 究竟为何 王妃进了宫便可知行 况且你的复修和家人 也都在宫里 王妃总要为他们考虑考虑 圣意难为 若是王妃执意不去 那小的只好命人 将你抬进宫了 放肆 想带我们王妃走 先问问我们将士同步同意 慢 我跟你走 王妃 王妃果然是聪明之人 宋将军 王妃 你怎么能答应跟他们去 你不能去啊 他们现在人多失重 就算我们的将士拼死一搏 也很难挡住他们 我不想有无谓的牺牲 就算我们全军父母 我也不会让他们带你走的 禁军出动 宫中恐怕有很大的变动 更何况 我的家人确实都在空中 可是如果大王 他会明白 时间紧迫 你想尽办法给大王带信 还有 府中的安全 就全拜托你了 照顾好玉秀 要不奉害 不奉害 我奉害 放心 我还望你定不辞命 多谢宋将军 王妃请 慢 皇帝有旨 只宣王妃一人入宫 王妃 我们走 这次多亏了你 不过王家的朝堂根基颇深 想要完全除掉他们 尚续一务 你是说 护府啊 只是这护府 这护府并不在宫中啊 不在宫中 不在 这怎么可能 要是在宫中 不就早被王妮可皇后找到了吗 那父皇能否告诉我 护府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父皇 没有护府 怎么调动荆棘兵马 父皇 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啊 这护府啊 当年跟玉玺 玉玺失踪了 你们是谁 怎么敢围住丞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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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么大胆子 谁这么大胆子 我看再等多久都没有 这护府 或许三皇子殿下早就得到消息 逃出京城了 我觉得不会 二皇子殿下此次动手 乃是迅雷不及烟耳 整个京城谁能想得到 一向不起眼的盲固皇子 竟然有如此类定手段 如而是早有疏劳 哪怕是一丝一毫 今日此事啊 都不会如此顺利 或许三皇子殿下 真的只是外出卫归而已 三皇子殿下会在哪儿 难不成 快走 住手 别碰我 我是堂堂太子妃 你们怎敢无礼 皇后和太子都已经下了大狱 你既是太子妃 自然要下狱陪她 带走 是 太子妃 太子妃 谁 去看看 是庞大人 快扶进来 报 说 宋将军 庞鬼庞大人回来了 他受了重伤就在外面 庞鬼 庞鬼 继续守卫 陈军医 是 来 快 走 我们 在我们身的岛上 彼是经历一份恶战 弄回来 不应 高 是我皇妃 高 高是我皇妃 皇妃 是我宋 高是我皇妃 二皇子 姚努凡 还有 皇妃 皇妃跟她 是 谁以后的 皇妃不是奉了丞相之领前去支援大王的吗 这是他们的因不后 我从二皇子的密室 找到了她与皇妃来往的属性 她们与贱年王勾结 要害大王 她与贱年王的租姓 她与贱年王腊 皇妃 ια God 皇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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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请 简儿姑娘 三皇子殿下在里面吗 在 简儿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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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皇子殿下 三皇子殿下 简儿姑娘 宫里出事了 简儿 出什么事了 豫章王府和相国府被包围了 你说什么 王妃已经被带进宫了 阿妩被带进宫 怎么会这样 王妃自有丞相庇护 你快想办法避一避吧 阿妩现在遇险 你去要我逃走 殿下 简儿自知配不上殿下 可简儿只希望殿下 能平平安安的 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已错过她一步 定不会再错过她 备车 是 三皇子殿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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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请下车 王妃 走 守卫森严一定有问题 一级行事 走 此处是禁地 二位将军请留步 大晚上在里面闹腾什么呢 本将军要进去看看 跟你说话呢 你是笼子吗 二位将军 凝朔军听命于大王 两者之间亦不可泄露军机 为者当事军阀处置 那是你们凝朔军 别忘了 现在在这鬼屋谷里 还有我们皇家的军队 对 要不是我们送来的军粮 你们早就和西北风去了 怎啊 想过河拆桥啊 我看哪 你们大王根本就没把我们 当成盟军 对 处处提防 这儿不让进 那儿不让进的 今天 老子还非进不可了 我看谁敢拦着 走 不可 豫渣王呢 让豫渣王给我一个解释 把豫渣王找来 快点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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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饮酒 扰乱军机 还擅闯禁地 对同袍动武 按军法 哪条都谈娘是死罪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了你了 大王 大王 大王受罪 大王受罪 我家不知您朔军军机 喝酒犯了魂 请大王开愿哪 大王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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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桓公麾下 免去死罪 改择军帐一本 来人拖下去 是 大王开愿 大王开愿哪 我家不敢了 我家不敢了 大王 大王开愿哪 大王 我家不敢了 大王开愿哪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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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好歹也是桓公的手下 咱们这样 桓公会不会形成怨恨呢 我很想知道他会作何反应 进度如何 明晚应该可以桓公了 好 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战车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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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啊 丞相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丞相 别来无恙吧 干 干 来 倒水 去去去 本太子家喝水 哭 哭 就知道哭 母后 别说宛如哭了 儿臣都要哭了 母后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爸 母后 难道子律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是你和舅舅脱海了父母 闭嘴 我和舅舅都是为了谁 若不是你不成器 母后怎会沦落至此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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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子律 我要见皇帝 来人 为何带我来凤池宫 皇帝呢 一切都是我们尊贵的二皇子殿下安排的 二皇子殿下交代 一定要在凤池宫好好款待豫章王妃 皇帝 子律 王妃恐怕不知 以后这天下 都将是我们二皇子殿下 说得算 放肆 带我去见皇帝 阿妩妹妹 怎么 离了皇帝 你就不认你的子律哥哥了吗 你都干了什么 你都干了什么 我干了我该干的事 不过放心 一切都很好 皇帝舅舅在哪儿 我父皇很好啊 他依然在侍乾殿 安心养兵 你想谋权篡位 阿妩妹妹 我只不过是替父皇平定 奸臣蒙令的叛乱 我父亲叛乱 王历的野心路人皆知 就令阿妩你自己 不也是她夺权的棋子吗 我父亲在哪儿 他们已经 送去诏狱 好身款待了 他们 还有谁 皇后啊 子龙啊 你的王室家人 还有谢氏 诸侯氏族 还有所有 要阻拦我的人 都下雨了 子律 我怎么不认识你了 你不认识我 你们曾经有谁 认识过我 你以为 你暂时掌控了宫中和京城 你就得到了一切 没有 待豫章王剿灭剑宁王之时 他一定不会让你胡作非为的 好啊 萧綦 好啊 如果真有这一天 我倒是很好奇 阿妩妹妹 在战场上 杀敌无情的铁面大王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吊在城楼 阿妩你告诉我 你说他是会选择 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杀 还是狡邪投降 我若真成为累赘 宁可自闻于天下 也不会让你得逞 来 站住 干什么的 走吧 来 启禀殿下 王氏世子与世子妃已抓进宫中 世子与丞相一同下狱 世子妃已经按照你说的 安置在偏殿 你这是找死 墨家该死 墨家该死 是该死 还密 可不是什么王家世子妃 她是还家县主 你可记住了吗 墨家绝不敢发 皇后 你派人把昭阳殿 所有的东西都换掉 请还家小姐入住昭阳殿 那皇后的心 墨家遵致 启禀殿下 墨将奉旨 带人驻守在三皇子殿下府邸 可三皇子殿下未在府中 也无人知道他去了何处 至今未回 墨将怀疑 三皇子殿下 是不是已经逃了 启禀殿下 三皇子 三皇子他自己进宫了 三皇子他自己进宫了 四皇子殿下 约见你笑颜如花 此曲仙一怒玛 归来因你蚊雅 心难车方 呼笑 等沧海洗尽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想繁华 等云海风烟淡花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与春秋冬夏 为你往相逢是那一刹那 用一生的步伐 去挣扎去牵挂 终为你已诺而舍别天下 等沧海洗尽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想繁华 当沧海与千花变化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与春秋冬夏 天涯尽出归家 天涯尽出归家 天涯尽出归家